只要真是有诚意啊 就应该把轩辕清风带过来当人质 哪有这么好的事 这家伙就是甩了个鱼尔过来 徐凤年终究是北梁狮子 只要他在一个时辰之内登上灰山 就等于宣告天下 插手轩辕家族之变 等到时候要再想后退一步 可就难了 可是轩辕家族不合 这也是真的呀 合不进眼旁观 等有了结果再就打算 一个时辰之内我不上山 就错失了掌控轩辕的机会 上山有风险 不上怕遗憾 黄马儿 你觉得我应不应该上山 哥想不想上山 想啊 其实灰山之行早就在我计划之中 如今轩辕大乱 更想亲眼看看 想就去啊 说得好 想就去 上山 是自是在 这碗可是惯例的 一个 两文钱